另一方面现在传出陆方要线缩陆生来台的传闻 虽然目前传出只有江西还有吉林两个成分 会减少来台的交流人数 台湾部分的陆生也没有收到讯息 不过适逢大陆高考期间对岸抛出这样的风向球 对于六月底陆生选前志愿 私立大学表示多少已经受到了影响 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传出陆客来台观光人数遭到紧缩 除了线缩观光 最新的消息是现在陆方把矛头指向陆生 限缩陆生来台就学或者是交流名额 影响层面恐怕超过万人 因为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内部就流传 一封吉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的讯息 跌出由于两岸关系局势 近期淡庭办理陆生赴台的审理作业 同学们要做好这学期去不了台湾的准备 没有可能朋友圈没有这方面的一个 应该是来得太快 就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些讯息 他没有传到社团里面 跟大陆加一部查证过 也跟相关的台办查证过 目前都没有变化的情况 那这个根据我们的推测可能是个别省市的做法的问题 一般陆生来台分为交流生及学卫生 如果真的限缩来台人数最先冲击的就是私立大学 而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也传出了 学的校长赴对岸招生倍感压力 有上面政策不明确下面只能观望的态度 加上近期适逢大陆高考此时放出线缩路生风生 等同施加新政府压力 应该就会涉及到他们还会有一批路生想要来台读书这样 那可能会跟那个有关联吧 不可认的两岸形势的变化会让大陆家长产生疑虑 这是不可认的 但是就究竟有多少比例 这个因为到现在还在报名中 到21号才截止 所以我们也看不出来 路生线缩来台台面上官方暂时否认 不过许多台湾教师坦言 路生来台政策随时变化 高考放榜前对岸抛出风向球 对新政府表态示警格外耐人寻味